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可见这个太新了 是吧 太新鲜了 标准租约本身呢 是在今年4月30号 2018年 4月30号以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 在此以前呢 大家都用什么样的租约呢 地产经纪行的 地产经纪公司的 叫做agreement to lease 或者是咱们两人自己写的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以前经纪行的这些个租约呢 它属于经纪公司 属于RICO 这个地产管理局自己的文件 后来发现呢 这个 这些个条款中有许多不规范 涵盖性不强 甚至是与法律相抵触的内容 这样一来 就给坊间造成了许多困惑 到底什么是真正应该跟从的那些个规则 往往是他说这样写 那个说这样做 每个人之间的租约往往就不同 这造成了许多这个不一致 于是省府呢 找了一个机会 今年4月30号改了一下法 在民族法的第12条 增加了第12点1条 就标约 就这个租约问题进行了这个规管 把它标准化了 于是叫做标准租约 叫做Standard Lease of Ontario 这是第一次省府对这个民用的租约问题进行标准化 挺好 这个动作很好 对这个房东也好 对租客也好 使它透明化 使它一个规范是很好的 那是不是说在这个4月30号以后 所有的人只要去租房啊 或者是出租房 他都需要使用这个标约呢 这样说不完全 是这样 民族法本身有若干个排除条款 是 并不是所有的安省的老百姓住房都受民族法的管辖范围之内 有的是排除的 有的是不管辖的 如果这个民族法本身对这个 这件业务就是排除的 就是不规管的 那就和谈标准租约对它的应用了 那么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吧 哪些是不涵盖的 其他有一些跟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民生离得比较远 比如说这个叫Mobile Park 开车进到一个原地里就可以接上水 接上电 生活那种 在汽车上生活的人 那跟我们离得比较远 我们就是说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个状态 第一种最常见的呢 是共用情形 共用 共同的共 使用的用 共用情形 顾名思义 共同使用 这指着谁和谁共同使用 什么呢 指的是房东或者房东的家人与租客 共同使用厨房或者卫生间时 这个租物不受民族法座管理 哦 这是为什么呢 嗯 这只是一个规定而已 这个原因是为了它的处理更快捷一些 因为民族法本身在有几个星期以后的process 它在处理 如果真是共用情形的话 你都跟它共用在一个屋檐下了 都在用一个厨房 用一个卫生间了 这个碰撞就太多了 所以警察介入就会更快一些 这样的状况下 共用情形 房东或房东的家人与租客 共同使用厨房或卫生间时 本法不规管 那么这个标准租约就不适用了 第一点 第二种 Airbnb 哦 这也不适用 Cottage Lodge Hotel Motel 类似这样 作为一个旅行用的 作为一个中转使用的 短期住宿的 不具备长期民用业务的物业 不受民族法规管 也不用标准租约 那除此之外的 其他的出租都是需要使用标准租约的 可以这么说 除此以外的 都是受这个安省民族法做管 管辖范围之内了 那么都要受这标准租约的管辖 好的 谢谢于顾问 那其实刚刚说了很多标准租约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什么时候不使用 那其实我很好奇 他4月30号出了这个标准租约 里边具体涵盖了哪些内容 或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吗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重头戏 这份标准租约一共14页 前面8页都是表格 这些表格中没有什么能让您有更多自由书写的内容 全是表格 就是添字 你没有写什么内容的地方 后边6页全是说明 在前面不知道怎么添了 他会在这个标准租约下面有个说明 见后边几 大家这样租客也知道我应该follow什么 房东也知道我应该规定什么 他也包括了 不用说了 双方的姓名 房东和租客的姓名 要出租的地址 房东自己的联系地址 租金 租期 钥匙押金 押金 保险 维修 分租 改变等等 这些基本的内容 其中有几项是特别要注意的 第一项要注意的呢 是这个 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开了这样一个条款 第十五条中说 如果本租约中 这个租约中的内容 没有涵盖 而且 民租法中也没有提及的问题 你们可以另行约定 因为民租法本身呢 是个行政法 所谓行政法 是行使政府智能的一个法 是吧 行政法的类似于管理规定 没有太多的余附的空间 很刚性 就是这么多 规定就是规定 不能改变的 但是如果本法没有规定 本租约又没有涵盖的时候 你们可以互相约定 跟大家最有联系的 吸烟 吸烟条款 更是十月十七号以后 还有这大麻条款 都是本法中没有规定的 本租约中没有规定 这个就是看这个房东 怎么定了 房客愿不愿意 是这样吗 对了 如果是 这大家可以商量 对 如果大家对一个条款 商量出来了 写下来 follow 如果大家没商量出来 你说东他说西 不签约就是了 是 尤其这个吸烟来讲 如果租约中 写了不许吸烟 不许吸大麻 不许怎么样 不许怎么样 就是不许 如果没写 这就难说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对吸烟的问题 有一个考量的话 还是要写在书面上 在第十五条中 用additional terms 附加条款 形成一个独立的条款来 附在整个标准租约的后边 形成一个完整的合约内容 这样一来 就使得您的租约很完整 很丰满 而且有条件可循 这是说吸烟最多了 再有一些个问题 比如说 宠物 宠物是大话题 我们找一个机会再说宠物 还有类似这个共用的洗衣房 怎么使用 车道怎么使用 后院怎么使用 几点钟必须关音乐 类似这些 民族法没有涵盖 大家可以约定 那么在第十五条中 大家可以写自己的条款 但是无论怎么写 也不能违反民族法 如果民族法这件事情定下来 再写 说我们俩已经同意了 每年都可以涨三百块钱租金 如果是涵盖了 没得说 那我这是个很好奇的 那我想请于顾问 跟我们介绍一下 比如说民族法里有哪些条约 是已经规定了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租金不能涨 是不是是其中一部分 还是还有其他 随口说出这么三个来吧 第一个 宠物条款 白纸黑字写的 不能带宠物进来 过了一两个月 发现有只小狗 还有两只猫 如果没有人因为 这个狗或猫过敏 在这个房子里 如果这个 如果是住在高楼大厦的话 如果这个大厦本身 不禁止养宠物的话 Past class void 即使白纸黑字上说了 不能养宠物 养了也是被允许的 不能因为这个宗旨主义 这是第一个 大家知道 第二个 你刚才说的这个 涨租月的问题 涨租金 涨租金是非常非常 受严格规管的 每12个月涨一次 提前90天通知 必须用规定的N1表格 跟从政府的涨幅 2018年 2019年年度的涨幅是1.8% 这是死规定 打出这个规定以外 不能乱收费 可以的 不能乱涨租 涨租以后 早晚就要退回来的 是 这些个是坊间经常会发生 再有一个 我们说 就刚才说的 洗烟问题 再说 不允许 如果它有人权问题呢 说这些人 如果不用这种物料 就会导致身体的病变 都是要被排除的 这是我们今天 对标准租月的一些 最浅显的一些认识 大家从网上可以当 标准租月的网站 在政府的网站上 在Google上 放上standard lease 会当下来 说明和租月本身 那这个租月是 房客 房东自己起草 还是说要找专业的人士 才能进行起草的呢 没有这样的一个 硬性的规定 必须谁来起草租月 本身 租月本身就是那些内容了 即使是找专业人士 来去做的话 我相信是对第15条 进行规管 第15条 Additional Terms 有哪些都没想到 房东第一次出租 房东即使不是第一次出租 但有以前那老的观念 他不知道哪些该谢 哪些不该谢 到底哪些值得写 哪些不值得写 写都是错的 写都是没用 写都是一个有冲突的 对自己无力的 对对对 所以这些个 我建议还是请专业人 做一个咨询 还是有帮助的 自己写 如果能把握得很好的话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容 是吧 但标准租月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follow 一定要有标准租月 特别注意 跟大家提一点就是 续约 什么也不用签 我以前有一个租月 到今天我续约了 什么都不用签 沿用老的租月 已经有租月的了 不用签 至此4月30号以后 发生了新业务 才使用标准租月的 好的 好吧 好的 谢谢余顾问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 这么多精彩的知识 以及你在这个标准租月 上面的一个普及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好 谢谢 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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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